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大部分事情他们都聊不到一起 就分手了 我记得之前我在抖音上看过一个词叫做快餐式的爱情 大概就是遇到了一个觉得很好的对象 新鲜感上头 说了几句早安晚安 打了几个电话 提醒几次 你多喝热水 就迫不及待地在一起 然后发现性格不和 或者生活内容相差甚远 又匆忙地选择了分开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眼万年的感情 但我更相信 慎重的开始 是对一段感情最大的尊重 所以我更期待一场 慢慢来的爱 我们慢慢地去了解对方 希望我们能看到对方生活里的很多面 除了精心包装展示给外人的那些 还能看到 剥了壳的 里头的样子 可能会怕黑 可能会化牢 也可能有点龟毛 但爱不就是这样吗 光芒万丈 留给他人欣赏 而真实脆弱 留给爱人去拥抱 我们会慢慢进入到对方的生活 我们两个人可以花时间去看肥皂剧 去散步 去旅行 去为对方准备 节日的惊喜 虽然这些事情看起来很俗气 但是 我们也要一起去做 因为那都是 我跟你之间 能创造的记忆 我们慢慢去爱吧 慢慢去感受 爱情生活里的鸡毛蒜皮 乏味 无聊 不怕摩擦 不怕争吵 让我熬过所有的平淡 扎扎实实地走好眼下的每一段 我想和你 慢一点爱 我不想和你潦草地收场 因为我想认真的 跟你在一起 可是 你还没有出现 那我也就不着急恋爱 我会等你 只要最后是你 我就永远 沉得住气 我会等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